过去我曾经听人说过 世界上知道秘密最多的人 除了一些政坛里面的决策者之外 就是听人告解的神父 因为关上那道告解的访门 隔着那道告解的幕簾 你其实连对方是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就听了人家心中里面的最心底深处 甚至乎一些黑暗的一面的否败分享 为什么要告解呢 你又要将这些心底的秘密讲出来 然后就期求上主的宽恕 本身是一个宗教活动 或者是一个信仰的实践 但是这个宗教的活动 或者信仰的实践 我想过去就应该没有人思考过 会不会有机会违法 但是进入了2024年的香港 可能其实不单止香港人 外国人也是的 来到香港 打算进去礼堂参观的时候 看到个告解室告解 都要想一想 搞清楚有什么可以说 有什么不可以说 是的 昨天管浩明就是姓公会的 管浩明他就提出这个疑问 如果真的向神职人员告解 当中涉及到可能是一些 对国家对什么有问题的东西 其实林定国和邓炳强 都没有很明确这样说 应不应该举报 林定国你要劝解一下他 邓炳强如果有一些明显的事 其实如果当神职人员有一个案例 是这样说出来去举报他 那往后大家虽然不是我说一些 或者那个人去告解 不是一些双角 是他可能是去偷情 诸如此类的事 那别人有没有信心呢 家磚你这样说 当然是很正路的一个想法 在立法会里面 官员的回应也似乎不是很了解 整个告解的运作 当然神职人员有机会认识 那个告解者的听他的声音 都猜到他是谁 甚至可以装装他的好武道德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本身整个告解的运作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举报的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我怎么举报他呢 那为了令到一个潜在的罪案 危去国家的一个行动或者活动 或者一些苗头是有机会难阻得到 那是不是于是告解的人要实名登记 还是要在教堂的四周围 告解室周边安装闭路电视 拍下谁出出入入 我们当然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圣堂不会有人去的 但是那就是潜在的国家安全隐患的地点 会不会等一连全你看到这么多东西可以讨论 不过官员当然不是很了解 实际上操作也更不理想 但是虽然如此 都难免令人去思考 就是那个成绩人员会不会犯法 因为现在说的 其实在23条里面 来告解的人告诉你 他心底里想着在做的一些行为 而这些行为是涉及和叛国有关的 本来他就是叛国 但是如果你听到他叛国 但是你不举报的话 你就变了干犯了引力叛国的另一个罪行 所以才引来包括外界的关注 因为相关的一些议题 其实在收集的意见过程 咨询过程 都有一些这样的声音表达出来 的确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神学和哲学的问题 上帝的归上帝 那告解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上帝的层次 但是上帝的层次 又是不是真的可以画得那么清楚 你看看圣经 最后耶稣都被钉在十字架上 都是因地上的罪名 他没有犯法 连比拉多当时的总督都说 我审不了他有什么罪 不过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相信公众也都要 或者我们的听众都要理智一点 再去明白 包括叛国里面 官员都有说 可能去到一些战争的时期 他们在打仗 其实对到打仗的话 根据基本法的操作 整个基本法 一些本地法律都可以暂时停止 是我们行全国性法律 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可能也有一些紧急法 各样的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正常地去讨论 还敢说是否叛国 我就觉得官员都挺好 如果说到香港现在已经打仗 我们还在考虑 一些人去告解的时候 会不会说了这些犯法的事情 那条命都随时可能没有 打仗 那就不如这样吧 就请神职人员 领告解的人 去可安揭的水边 可以使他的灵魂酥醒 昨天林定角也就着煽动情绪仇恨 去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水货客的问题 我们也记得 随着我们开放持有行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香港各处也有很多内地旅客 去光顾一些化妆品店 一些药房等等 而在北区的地方更加严重 因为有很多店铺开来 就做这些水货客的生意 那些所谓的水货客 就是内地的居民 即日过境 然后香港就带货 然后就带回深圳去转卖 于是就令到当区的居民 产生很多不满 那些不满包括 那些水货客 因为你要把那些东西 重新包装 他就占据着行人路 即场去拆货 所以就影响了大家出出入入 也带来的另一重影响 就是整个社区的店铺 变得很单一 平时想找些东西吃 甚至乎找一间文具店 这些全部都收拾了 所以令到有一段时间 香港人对于水货客 甚至乎对于 因为自由行而产生的 这些零售业的变化 都有几负面的观感 是的 但是我正在思考 内地自由行的旅客 觉得你香港人对我们这么没有礼貌 就说我们怎么样 你真的令我情绪很不开心 如果反过来 自由行的内地旅客 或者其他内地旅客 来到香港 你干什么 是不是不欢迎我们 反过来 骂香港人 有没有反过来 去想他们会受到 23条的制裁 我相信法律表面上应该涵盖 人人平等 一来人人平等 二来你在香港境内 在香港境内犯法 自然就是犯法 实情也不需要去估计这个状况 佳拳 因为你所说的 我昨晚就在网上 也看到在小红书里 有人去分享 说在香港只要你够恶够大声 就可以了 那他这句已经是煽动仇恨了 他还举了实际的例子 我自己在香港天星码头的茶餐厅 进去坐 通常那些侍应 看到就安排你去坐某些位置 可能要坐桌 他又不喜欢 我就不理他 就自己坐在一个位置 他问起来的时候 我就大声地骂他 我就是要喜欢坐在那里 当然用国语 用普通话 那些侍应就会用鸿鸿的 鸿鸿这个字是我收拾了 他原来有这样说 另外去到一些店铺里 他说去买汉堡包 就是迪士尼乐园 店员嘻嘻嘻说的时候 他又故技从事 我懂得听英文 我懂得听其他语言 不过我就是扮不懂 只要我够恶够大声 他们就饭就会听我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例子 希望他将来来香港的时候 自己要小心一点 的确是惹起很多疑怒 因为泰国全速进行 这个立法的工作 其实大家都消化不及 还是都说了很久 2002年已经开始 但那个版本真的不同了 基本上都是刮目相看 我以为你说二字的时候 我以为你说 都说了很久 由2月开始 都好像很久 不过的确是的 我想大家仍然有很多疑问 而这个虽然我们说是香港的立法 叫做是一个普通法地区立的法例 好像有一个文本 是一个成文法 但是里面的那些字眼等等 和我们过去对于法例的认知 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过去法例里面 譬如你说怎么为之冲红灯 不需要别人解释给你听 你都知道怎么为之冲红灯 甚至乎什么为之伤人 你都知道 甚至乎再虚些了 什么为之非例 你都知道 别人不同意你走去搭人的肩头 有肌肤之亲 浅水湾这个例子 令到中国人丢念 明显影绝 其实我曾经有少少怀疑 究竟这个是不是拍出来的 但是似乎他们的外籍女士 穿比坚尼的外籍女士 和他们之间 溝通不了 但是这种 我觉得这是非例罪行 性侵的罪行 是的 所以非例两个字 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 你知道这些行为 甚至乎 就算你不是确认 究竟我搭他的肩头是否非例 你都不会乱搭 但是你 还要知道 他是穿比肩尼 其实他是一直 在那种欲搭 真的是肌肤之亲 真的是肌肤之亲 而且表达了我不同意 拔走了你的手 你都要再回答下去 但是这些很明显 有什么行为 你知道是违法的 或者是不应该做的 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只是点出 他是违反香港刑事法例 这个非例 已经是很浅 很低层次的控罪 我们提出会不会是煽动情绪和仇恨 于是法例的不同 就是进入灰色地带 当你有一个法例 经常要令人去问 究竟是不是 究竟会不会 究竟行不行 究竟有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读 《华事社论》 《四问中国》 《四问美国》 《四问美国》 《四问23条》 每个人都会问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有没有问题 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否一个好的法律 或者一个好的法例 我们把煽动罪说 为什么会收窄 就是因为你不能够 令法律有太多不确定性 虽然上诉庭声称 那个煽动罪很明确 但是大家一直都觉得很不明确 一直以为没问题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